今天我们的午饭是白饭神偷 白饭神偷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是韩国的酱油蟹 还是一种XX坚无厕史的酱油蟹 经过解凍之后 现在就可以吃了 但吃就不是就这么吃 它就有些步骤要做 第一样东西就是要拆掉这个叶 把它剪成稳定 不要剪掉它 这个是不要的 接着就要剪掉尖的脚 之后呢 要开一只蟹 开一只蟹还要剪东西 但是开一只蟹的时候就是最紧张的时候 我将会开得很漂亮 先放在这边 OK 它说要剪掉一些肺 对啊 对啊 我想想会不会我这样拆了出来才会剪掉 因为我打算拆了出来就可以放得更漂亮 就是这样 我把它放在这里 可以完全为一个食客 不做事的人对伴碟都有要求 真的很漂亮 它和照片显示的样子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好 好 饭 ready 找手剪是彻底一点的 因为找手剪你真的可以圆过 圆过剪掉它 圆过剪清它 外面的韩国店 可能吃一只酱油 可能是两个多 这只是五百多元 是很贵的 它说要剪掉坏人老婆 你知不知道坏人在哪里 我只知道坏人在哪里 不是 我知道你会怎么回答 不如这样我们先拍张照片 这样拍张照片 是不是很有型 一切漂亮了 那我们现在就一人一步 这个就可以在这边 好 我们先拍一张照片 好吗 我叫拍张照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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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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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吃饭了 我直接不一喝这些 蟹 蟹 加酱油加糕 嗯 嗯 嗯 好味 真的好味 它真的好 是我在韩国说 一些很top的店里吃过的那些 调味 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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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喜欢吃酱油蟹的朋友 但始终是生的 不要吃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尺寸 两个人吃一只 嗯 刚刚 一个人吃饭 吃完才说 好 其实我在割饭 但是我没有割饭 它是白饭神偷 对 你破戒 为了它而破戒 值得 好了 不要妨礙我们吃饭 好 拜拜 根据那个解冻的经验 其实是要 如果你在冰箱拿回来 其实要两天 我刚才只隔了一天 那就不是完全冰了 我就再用水浸浸它